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位妈妈能承受丢失孩子的痛苦呢? 阿祖法紧紧握着女儿凯撒的照片,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,她痛苦不已。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,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。 昨天,阿祖法带着深深的感激和一丝不舍,告别了那位好心的女雇主。 在女雇主的庇护所中,她得到了短暂的休息和安慰,她知道她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,她必须回到城里,继续寻找她的女儿凯撒。 阿祖法在面对热心网友们的建议时,感到了一股来自社会的温暖和支持。 她决定采纳网友们的建议,去打印女儿凯撒的照片,这样更加方便寻找她,无疑增加了她寻找女儿的可能性。 阿祖法的手中紧握着凯撒的照片,这些照片不仅是她寻找女儿的线索,更是她心中不灭的希望。 她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每一条街道,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焦急的足迹。 请问,您能帮我看看这张照片吗? 阿祖法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,但更多的是坚定和期待。 她向每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路人展示凯撒的照片,这是我的女儿,她失踪了。 如果您有任何线索,请告诉我,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恳求,每一次展示照片,都像是在向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。 她知道,这个城市里,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帮助她找到女儿的关键。 阿祖法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可能难以找到失踪的凯撒,她也联系了执法人员。 希望她们能够介入调查,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援助。 然而,审问的结果并不如仁义。 婆婆和吉尔纳似乎并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,执法人员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关于凯撒失踪的线索。 接着,执法人员又带走了地主老爷爷的儿子,但不幸的是,即使经过了审问,地主老爷爷的儿子也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。 执法人员的调查似乎陷入了僵局,阿祖法的心情也变得更加沉重。 没错,姐姐阿姨们,你们猜对了,这正是前天康特和宝珠母女来过的公园。 那熟悉的池塘边,水面上反射着阳光的灵灵波光,曾是康特和宝珠母女的临时避风港。 然而,命运似乎特别喜欢在他们最需要希望的时候开玩笑,让阿祖法和康特就这样擦肩而过。 阿祖法和康特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,阿东姐说到这里已经流下了眼泪,阿东真的很想帮助他们团聚,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支持一下,这样阿东才能帮助到他们。 在经过一番努力和无尽的寻找之后,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助,他决定离开这座城市,去户外寻找凯撒,阿祖法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,蹲坐下来休息。 他的体力和精神都已经达到了极限,但他的心依然在为女儿凯撒而坚持,他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,湿润了脸颊,滴落在干燥的土地上。 阿祖法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达到了极限,这三天来,他几乎没有吃到什么东西,饥饿和焦虑让他的胃力空空如影。 夜晚,他也无法找到片刻的安宁,思念和担忧让他辗转反侧,无法入眠。 在这样的状态下,他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,他感到一阵晕眩,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,最终他倒在了地上。 幸运的是,一名善良的妇女在偶然间发现了他。 这位妇女在看到阿祖法倒在路边的无助身影时,没有犹豫,立即冲上前去。 哦,天哪,你还好吗? 妇女焦急地问道,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切。 就像阿东说道,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他人。 阿祖法被救助的这个偶然事件,竟然将他与昨天老者帮助过的游牧家庭联系在了一起。 这正是昨天老者前来帮助过的游牧家庭。 阿祖法在那位善良妇女的救助下,渐渐恢复了意识。 当他向妇女表达感激之情时,也分享了自己寻找女儿凯撒的心酸经历。 遗憾的是,老者并不知道凯撒的失踪,他只是一直在寻找康特。 所以游牧家庭并不知道原来阿祖法就是康特的妻子。 阿祖法在游牧妇女的庇护下休息了片刻,他的身体逐渐从极度的疲惫中恢复了一些。 想要继续寻找女儿,游牧妇女担心阿祖法安危,一直劝说阿祖法留下休息。 谢谢你,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帮助。 阿祖法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,但更多的是坚定,但我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,凯撒还在等我,我必须去找他。 阿祖法再次踏上了寻找女儿的旅程,他相信,只要他不放弃,总有一天会找到凯撒,将他紧紧拥入怀中。 我的工程 那个 那个 都有 的 的 我 我